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KK音标子音的第三堂课子音第三堂课呢 我们会介绍几个我们看一下来数一下 一二三四诶四个诶那老师你怎么写那么多字啊 因为有的子音啊他分母音前或者是后偶 所以才要分别讨论好所以其实这堂课呢其实只有四个 这样心理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子音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哇这就像一个这个像一个长长的一个蛇 有没有发现长长的一个蛇就有点像一个手指头 有没有有一个像手指头你如果想象就像一个人 怎么样嘴巴在这里叫你什么叫你嘘有没有叫你嘘 好就像一个手指头有没有发现啊 比如说你在电影院有人在讲讲话啊居然用手机也太夸张了 没有功德心你这时候就会嘘嘘他对不对 没有错这个字哈发音就很像注音符号的嘘 它是一个无声所以念起来是像这样的 嘘嘘嘘 啊写的写法就像个老师刚才写的是一个声场的一个S哈 好我们来看看右手边有哪些事发嘘的音呢 好来看第九个单字鞋子 嘘嘘嘘嘘 有没有啊 那个前面就是嘘的音好很简单哈 嘘嘘还有什么哪些字也是发这个嘘的音呢 好一样啊像这个short 矮的 这也是前面发嘘的音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哇它是一个用嘘的音 怎么样用它的位置发音但是这时候要有声哦 所以念起来是嘘嘘嘘 哦不过有一个特色啊他如果在字尾的时候声音会很轻很轻啊 啊虽然他是一个有声子音但是要特别轻啊 这个像一个这个怎么写法我写一次给你看有点像这样啊 嗯有点像一个耳朵了啊有点像一个耳朵了啊 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字呢是发这个有声子音的嘘 嘘这个音嗯来看 嗯看到了第一个车库车房有没有 啊 garage garage 有没有发现这后面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有声但是声音会非常轻轻轻发音就可以了 车库车房飞机库 garage garage 啊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哇下一个是一个写一个T 啊有一个这个啊这样写法像这样这个发音的时候呢如果是在母音前他一般呢就跟母音了一起拼音所以呢发音呢会类是 轻加上呃所以念起来是一个无声子音啊 啊是这样这样子的注意听 啊 啊 就像气音呢好那如果他不跟母音一起拼音的话放在字尾的之后发音呢会类似像 啊 啊 啊 我们来看看右手边有哪些例句发的音好 看看 哎 看第五个单字 闲谈聊天 chat 有没有发现前面是一个无声子音这个tish这个啊音标 还有什么 watch watch 手表 watch 好没有 放在后面有发现放在母音后面怎么样声音就像ch ch 非常的轻啊 watch 啊当然很多字啊像 血血AIR 什么 啊 一字 chare chare 这个也是发ch的音啊来最后来介绍最后一个啊这个是发ch的音好来看怎么写 第一个是一个写个d 然后呢写个耳朵啊是这样写的这也是有分母音前母音后哦啊母音前他跟母音一起拼音 发音呢发音呢类似G加额所以念起来是有声的 G G 啊 举例像这个 开玩笑 Joke 刚才不是念G Oh G Oh Joke 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啊有点像猪音符哈 Joke 啊那如果他跟父母不跟母音拼音的时候放在G为啊就发音类似像G G G 这样子啊 啊哇我们一下子就全部介绍完了有发现啊那我们很快的来把他做一个复习 第一个是发音念成像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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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电影院有人讲话好吵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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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是 字為 五音前下一個 字為 例子都在右手邊 一樣包含在這17個英文單字裡面 同學們 有空多練習 相信你就會變成音標小達人